目前随着国家的大力支持 以及环保要求的越来越高 新能源汽车开始走进我们 很多人的生活当中 但是现实中也的确有很多人 买了新能源汽车之后都后悔了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新能源汽车的不平等性 如果在地图上面搜索新能源汽车销售网点 以及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桩 那么地图会很明显的偏向东南沿海地区 所以这也就导致一些 在内陆不太发达的城市 电动汽车几乎是寸步难行 甚至有的城市只有一个两个充电桩 这就导致很多汽车在使用过程当中 在里特别不方便 也导致了新能源汽车的使用体验 第二新能源汽车的续航问题 说到新能源汽车 必然要提的就是新能源汽车的续航了 一般来说以特斯拉为例 及其下最新款的电动车续航旅程 差不多在600到800千米左右 这已经是极限速度了 如果要过您开车回家走高速 那么新能源汽车 显然是并没有任何优势的 也正是因为这样 很多人在买车的时候会考虑自己通勤距离的长度 第三新能源汽车的保值率 要说到保值率日汽车和德汽车都是很不错的 但是新能源汽车如果开个五年左右 那么其价值可能只能剩下30% 相对于很多车主来说 这个残值是不能被接受的 也正是因为新能源汽车的这些不太成熟和不太便捷 也导致很多人在买车的时候 不太会去考虑新能源汽车 甚至混合动力汽车都要抱有观望的态度 不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或许在不久后电池技术能够突破 新能源汽车也会得到值得飞跃 也不一定呢